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Rex 现在我们继续讲解 安卓蓝牙开发的第二课 我们将给大家介绍 怎么去添加蓝牙的权限 以及这个权限 它代表什么意思 然后给大家讲怎么判断 我这个设备是否支持蓝牙 然后怎么打开 关闭蓝牙 以及我们知道 有没有打开成功 关闭成功 通过代码来进行练习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添加权限 我们这里蓝牙有两个权限 第一个权限是普通权限 就是说我们只要操作蓝牙 就需要有这个权限 第二个权限 大家可以看一下后缀有个admin 它代表是个高级权限 如果说我这个程序 要和其他程序进行配对 那就必须要使用这个权限 好我们现在新建一个工程 然后加入这个权限 好现在新建一个工程 这里写 bluetooth plus 我们这是第二节课 稍等片刻 好我们现在知道我们需要添加这两个权限 怎么添加呢 在manifest里面 打开manifest 好权限是加在这个位置 对吧 好 有了这个权限之后 然后我们判断 我们的设备有没有支持这个蓝牙 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设备都支持这个蓝牙的 那这里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两个类 一个叫bluetooth adapter 这个类代表我们本机的一个蓝牙适配器 还有一个bluetooth device 这代表远程的蓝牙适配器 我们将在后几节课中讲数据通信的时候讲到这里 我们先看一下这里的代码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bluetooth adapter的一个默认构造函数 获取它的一个实例 那么如果是说我这个手机它支持蓝牙 OK它会返回给我一个对象 如果是说这个手机不支持蓝牙 那么它就会返回一个空给我 这时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 它是否支持蓝牙 好我们可以写一个类 新建一个类 好我们命名为bluetooth controller 然后给它写个注释 首先写第一个函数 好这个函数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判断现在手机是否支持蓝牙 同样的写上注释 好我们首先写一个构造函数 然后写一个成员变量 给这个成员变量付一个值 刚刚我们讲到了 如果是说支持蓝牙 折它就不为空 好通过这个函数 我们可以知道它是否支持蓝牙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判断 它是否支持蓝牙 我们继续看 我们写了一个函数 判断当前的蓝牙状态 那么我们首先是要获取一个 用adapt来判断 好 简单的一个函数 但是如果是说 我们不支持蓝牙的设备上 调用这个会有空止针 所以我们这里需要一个断 所以我们这里需要一个断岩 好 这里是我们判断蓝牙的状态 那么我们现在是要打开一个蓝牙设备 怎么打开呢 要打开蓝牙 我们需要换起一个界面 去打开蓝牙 这是官方推荐的一个方式 通过intent来获取蓝牙 好 这里我们需要知道 它的一个返回结果 所以说我们要用 StandActivity forResult 这里传一个request code进来 OK 好 我们现在要对这些函数进行一个测试 那我们在界面会增加一些按钮和一些方法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一个relative layout 我们为了简单起见 这是linear layout 然后这linear layout呢 它是垂直居中的 垂直不居 好 我们拖几个按钮上来 我们第一个button 给它一个ID 好 我们改一下 第一个button 我们的ID 是否支持蓝牙 第二个button呢 我们改为 当前蓝牙状态 是不是打开 那第三个button呢 我们可以写 打开或关闭蓝牙 第四个button 第四个button 我们可以写 关闭蓝牙 好 这里我们给它设置一些文字 第一个文字呢 我们给一个ID 南牙 南牙是否打开 第三个呢 是请求去打开蓝牙 好 第四个我们可以写 关闭蓝牙 OK 现在我们有了四个按钮 然后四个按钮 对应者是个四件 对吧 好 我们这里写四个四件 我们先写四个方法的装出来 好 这里为了让click直接用 我们给它加一个view的参数 我们把这四个准备 我们把这四个准备和我们的按钮 给结合起来 怎么做呢 我们回到这个layout 好 第一个 这里可以看 有一个onclick的时间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第一个是支持南牙 好 第二个是蓝牙是否打开呢 第一个是Bluetooth Enable 第三个是打开蓝牙 就是turn on 好 turn on 第四个是关闭蓝牙 turn off 然后需要创建一个这个BlueControl的一个对象 记住我们一般情况下写这个 成员员变量 最好用private 免得暴露的太多 好 罗子对象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是否支持南牙 我们这里需要谈一个toast 这方便大家看 我们写一个toast的工具 好 这里是这个延时创建 我们可以看 因为它这个地方都是UI线程 不存在多线程的问题 所以说我这里就没有加同步 好 否则的话 那么就是toast 直接settext 最后 定秀 好 同样的 同样的 然后请求这个参数 这是request的ID 我们给个0 为了代码好看 我们这里不能写这个0的常数 所以我们把它转成一个常量 好 然后关掉 怎么关呢 我们还没写这个函数 就是我们把它加上去 turn off 好 这里没有 我们准确实货 创建一个方法 同样的 好 我们注意到 这里还有一个方法 叫 enable 就是说 这个是用在 点击开关的时候 进行 由系统去调的 一般情况下 就是程序不要主动去掉这个函数 虽然主动掉这个函数 可以在不经过人为控制的情况下打开蓝牙 但是Google是不推荐用这个方法 但是Google是不推荐这种方式的 所以说这里我们不要使用它 好 同样的在写上 关闭蓝牙 OK 现在有这个函数了 现在有这个函数了 我们回到 界面 好 这已经OK了 好 我们运行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是否支持蓝牙呢 模拟器 不支持蓝牙 大家可以在自己手机上去实验 我们这里请求了蓝牙 操作 但是 是不是成功的呢 我们需要知道 怎么知道呢 我们可以通过 Activity onResult来实现 好 这里 如果是这个 Result Code 等于 Result OK 好 这里是 Show Toast 成功 否则 就打开失败 这里 因为模拟器 不支持蓝牙 所以说 大家可以自己下来 试一下 然后呢 刚刚说到了 我们需要 监听这个 打开蓝牙的一个 真实状态 所以说 我们需要收听 一个广播 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需要注册这个广播 同样的 这里填什么呢 好 这里为了节约时间 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粘贴过来 这里可以看到 当状态改变的时候 我们这里会收到 哪些广播呢 蓝牙关闭 蓝牙打开 蓝牙正在打开 蓝牙正在关闭 当然还有个其他的 有可能是未知状态 这两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蓝牙打开 它其实是一个过程的 它不是一点 立马打开 它其实是一个 逆步操作 所以说 这里是告诉我们 蓝牙正在开启中 然后这是告诉我们 开启的一个结果 是这么回事 由于这个 模拟器的限制 这个代码下载下来 在手机实际上去运行 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节目给大家讲的 几个知识点 第一是 我们添加蓝牙 是需要权限的 然后判断 我们这个当前设备 是否支持蓝牙 可以通过 获取一个默认的 adapter来看 那个是否有为空 如果是空 则不支持蓝牙 然后怎么 去打开关闭蓝牙 这里呢 去收听这个结果 我们在 onactivity results里面 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 还有一种方式呢 是不需要人工去 交互的 不需要谈对话框的 但是这种 不是安卓推荐的 一个方式 然后同样的 监听一个操作的结果 我们需要收听 这个广播 收听广播之后呢 然后它会有 这些状态的改变 具体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代码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那么下节课 会给大家讲 怎么去查找设备 怎么把设备 做一个可见 为了安全起见 蓝牙设备 默认是不可见的 所以我们需要 把自己打开 暴露在阳光下 让别人可以找到我们 怎么获取一个 查找结果 同样会有一个 小的一个事例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 我们下节课再见